全程热化 为你消化 Capito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下午5点的快报60秒 我是林轩 罗马田主教教宗方济各 同本地青年进行跨宗教对话 鼓励他们在迈向团结的道路上 要勇敢前进 勇于冒险 我国海军第二艘长盛级潜水艇 长盛号抵达我国 并会在几个星期内投入运作 一名国防科技局人员 涉嫌向另一人透露 当局正在进行的项目 抵触官方机密法令 双双被控 本地地铁业者SMRT 成为首个加入台湾捷运联盟的 海外地铁业者 俄罗斯声称 在重新夺回库尔斯克地区的大片领土 乌克兰证实俄军已经展开反攻 但强调一切都在乌军的计划之中 以上就是下午5点的快报60秒 60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 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8频道和Me Watch 收看快报6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转发 第一次 currently在典 enough 我按道 sodium 打赏 香 热 瓢颗 内三十度 有elo meats对佛